有時候我們臨床上會看到 有些人單單一開始是濕疹 但因為我們不斷去抓它 有可能造成一些細菌侵入我們表皮 形成風物性組織炎 這時候感染就會是更大的問題 濕疹管理來說它就是一種皮膚炎 那講的比較專業一點的話 指的是我們皮膚比較淺層的表皮 角質層觸的一些發炎反應 那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表現 舉例來說它可以像潔性濕疹一樣 皮膚發紅湯湯水水的 也可以像慢性濕疹一樣 是皮膚粗粗乾乾的 不管是怎麼樣的表現 它的特色在症狀上都是非常癢的 本體來說就是一個淺層 很容易發癢的一個皮膚疾病 疾病的產生 它可能有一些是跟我們前天體質有關 也可能跟我們的後天接觸有關 濕疹也不外如此 也是有這兩個原因 可能跟我們本身一些體質壓力等等有關 也可能跟一些外來的環境過敏有關 這兩個原因混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誘發我們的濕疹出現 目前研究顯示沒有那麼的直接相關 它並不是說 爸爸媽媽有 小朋友就一定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皮膚的角質層如果比較薄 比較乾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角質層是很脆弱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角質就無法形成一個很好的 Skin Barrier 就是我們的皮膚脹壁 那這樣子外來的過敏源 比如說比較強烈的日光曝曬 有一些塵蠻 或者是一些化學藥劑等等 我們接觸到的時候 更容易造成這些過敏人進入體內 然後誘發我們的免疫反應 形成濕疹 所以我反而會說 皮膚比較乾的人 比較有可能誘發濕疹的現象 濕疹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常見的疾病 各個年紀都有可能耗發 在各個年齡層 從幼兒到老人的部分 全部都有可能發作 但有一些研究的顯示 舉例來說一些青壁型濕疹等等 它有兩個比較耗發的年紀 一個是50到65歲 年紀收長的人 那一部分是15到25歲 年紀比較輕的人 所以在比較高跟比較低的年紀 這兩個是一個最耗發的 但應該說它是一個 整個族群都有可能得到的疾病 濕疹剛好提過是一個 廣泛性的通稱 這是一個皮膚的發炎 皮膚炎 根據它的一些臨床表現 我們給它一些不同的一個名詞 舉例來說一個很常見的 像前臂型濕疹 它容易耗發的地方 在我們的四肢 尤其是下肢的部位 常常會有一些前臂狀的表現 那也有像是容易長在手掌腳掌的 它的表現常常就是 一些小水泡形成 我們這個有時候叫做汗泡疹 那針對一些比較慢性的濕疹 慢性稍抓造成的 一直抓一直抓 就會粗粗乾乾皮膚角質變厚 我們這時候會叫它是 扁明性的濕疹 或者是一個陽疹 它的特色就是會一個 粗的皮 或者很粗的顆粒來表現 以上這些其實全部都可以叫做濕疹 應該說我們會用急性跟慢性去分 急性濕疹就是 當下得到的時候發作很急性 會覺得皮膚非常的紅 非常的癢 甚至組織液會滲出 湯湯水水的 那這是一個常見的表現 那反過來剛才也有提到的就是 慢性的濕疹 萬一濕疹通常它就不適宜 那種濕潤 或者是湯湯水水的表現 它常常都是一個 我們一直反覆的燒抓 然後造成它皮膚有點脫皮 乾裂 甚至抓久了 皮膚就是反應性的增生 所以它表現反而是 比較乾 比較裂 皮厚的樣子 然後它表現 皮膚的話反而不是紅的 反而會比較合色 比較一些暗沉 甚至色素沉澱的部分 那介於這中間的 我們會稱作是雅極性的濕疹 除了各年齡層可以發作之外 它清泛的位置也是 所有皮膚會有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清泛 舉例來說 頭部面部會有頭部面部的濕疹 那展開手上的話 也會有手部的一些濕疹反應 像是剛講的汗泡疹 表現上常常都是一顆一顆小水泡 倒不是說很明顯的 什麼粗粗乾乾的 那有一些是長在我們的軀幹 或者我們的四肢 像是前臂型濕疹 會以圓盤型的一個表現 反應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可以有濕疹的表現 關於濕疹的治療方式 如果是局部的病灶 一般皮膚科醫師就會開立 擦的鼻部的藥膏 來治療濕疹 擦的這些藥膏 比較多大部分都是 列骨筍藥膏 也有一些是免疫調節藥膏 這些都是可以讓濕疹有很好的控制 那針對比較廣泛性 全身性的病灶 這時候單單用這些局部塗抹的藥膏來擦 大概不容易 很難整身都擦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開立一些 口服的 或者是一些 針劑的方式 來控制這些廣泛性的濕疹發炎 發生濕疹的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避免用手去抓那個病灶 因為你繼續抓它的話 有可能讓裡面的發炎變得更厲害 然後角質更增生 進一步有可能衍生為慢性濕疹 其次你用手抓的話 有可能將濕疹的病灶抓破 那運氣不好的話 有時候我們瑜伽上會看到 有些人單單一開始是濕疹 但因為我們不斷去抓它 有可能造成一些細菌侵入我們表皮 形成豐富性阻滋炎 這時候感染 這也是更大的問題 所以不管怎麼樣出現死疹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抓這個病灶 然後趕緊去找你的皮膚科醫師 然後進行一個好的藥物治療 死疹的保養品部分 我們先講一些不建議擦的 因為死疹在發作的時候 皮膚是很敏感 角質相對是不完整的 建議各位先不要擦含去角質的保養品 甚至一些比較刺激性的 像是含酒精的 含一些芳香劑容易引發過敏的保養品 我會建議各位先盡量不要使用 那哪些是適合的呢 主要是可以增加我們皮膚保濕程度的產品 的成分我們都是建議的 舉例來說像是我們常用的神經西安 維他命B5 還有玻尿酸的等等 這些成分的保濕乳液 這些都是建議各位去使用的 我們比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維護我們皮膚的完整度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擦一些保濕乳液 去修復我們的角質層 這樣可以減少外來一些過敏的侵犯 那一方面我會建議盡量不要去接觸太強烈的日塞 因為光照也是一個刺激物 它會造成我們皮膚的一些敏感 誘發濕疹 針對一些手部啊等等的護理 因為手部常會接觸一些水或化學物質 手部的一些護手霜的使用 或者甚至我們在做清潔的時候可以戴一些手套 避免外來的過敏很侵入我們的皮膚 就可以避免濕疹的誘發 這個我想是大部分對濕疹的一個定義的誤解 其實濕疹它是一個很廣義的 它可以是像潔性濕疹那樣很濕潤 我們摸起來湯湯水水的 當然也可以是粗粗乾乾的 臨床上就有個疾病叫做乾燥型濕疹 又稱為冬季濕疹 它的特色就是說我們在冬天的時候啊 皮膚的一些油脂啊分泌比較不好 所以造成皮膚乾燥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跟病人說 你這皮膚太乾了 乾到皮膚角質壞掉了 然後所以造成我們皮膚誘發反應 那這時候我們一些避免方法 還有一些病人說 這時候不要洗太熱的熱水 因為太熱的熱水會去洗掉我們一些 皮膚的保濕的油脂 更熱化這個濕疹 所以說濕疹不會只有一個濕濕的表現 它也可以是有乾乾的表現的 其實任何藥物在使用上 過多或少有些依賴性是有可能的 但這畢竟都是比較少數 如果在遵循醫生的遺囑下去使用 我認為是不容易產生的 跟各位建議一下 就是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盡量都是可以聽從你皮膚科醫師的建議 去擦這個藥物 不要過度的去擦 的確容易造成我們有一些依賴性的狀況 基本上不太會用抗藥性去形容抗濕疹的藥膏 因為一般抗藥性的這個字 我們會用在比較是殺細菌的部分 因為濕疹它並不是一個感染性疾病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不會說 我們對這個藥物產生抗藥性 我們應該會說有一些依賴性 需要它我們才不會那麼癢 的確啦 任何一些藥物的使用都有些副作用 另一種藥膏的部分 我們差一個病罩 如果比較過度的去使用 沒有遵循醫組的話 的確會有一些局部的一些病變 像我們臨床上有講說 一個paper thin skin 就是說像紙一樣的皮膚 這個指的就是說皮膚萎縮 然後可能會半痛血管擴張等等 那擦的過度也有可能會引起一些 毛囊炎痘痘的反應 這是皮膚局部的表現 但我們全身性擦如果擦到 它有一個系統性的吸收到 我們血液裡面的話 甚至有一些會影響我們的代謝問題 可能會一些月亮點水牛肩等等 那有可能引發一些代謝性 像高血壓高血糖的問題 以上這些副作用呢 其實都是很罕見的 只要能夠遵循醫師的醫主 去進行藥物的治療 基本上這些問題都不會出現這樣子 答案是肯定的 當然是會回來的 因為副胃手它本身就是一個 腳折一層的一個問題 那當它粗粗乾乾烈烈的時候 的確在現代我們每個人 人手一機的情況下 的確它會沒有辦法使用 會非常的困擾 那這時候當然就要去 找專業的醫生幫您做一個好的診斷 以及治療 如果說我們有適當的一些藥物塗抹 適當的保濕護手霜 慢慢的手部就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況 當然就可以回復我們的指紋 可以進行自我的辨識了 一般來講皮膚科醫師針對色素的治療 皮膚的話會比較使用一些淡斑的療程 舉例來說會擦一些淡斑膏 擦一些酸性的去色素藥膏 舉例來說像一些杜鵑花酸 A酸等等 針對比較一些深層的色素 比較難以去除的 我們甚至會進行一些雷色的治療 去針對那些黑色素把黑色素打掉 讓它代謝掉 濕疹的狀況的病罩 它那個位置是非常的敏感的 角質是不完整的 這時候是切記千萬不要做一些雷色的療程 避免它更進一步的刺激 惡化濕疹的現象 外部療程當然是不行 因為在我們濕疹耗發的狀況下 剛有提到過它是敏感的 這時候酸性的物質進來之後 讓角質更加的去除 皮膚更裸露更吐露 這時候皮膚更容易 受到一些外在的敏感 誘發濕疹或者惡化濕疹 濕疹它是一個非常常見 非常困擾我們的疾病 但大家只要能夠維持 保持身體的健康 多運動 多維持自己的免疫力 就可以減少濕疹的發作 那真的萬一發生濕疹的時候 大家只要插隊的保養品 找專業的醫生做好的諮詢和治療 相信大家就可以跟濕疹說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